记者红美秀新竹报道,这个周末来新竹市立棒球场,回味坟条博的怀旧烤香肠被球迷昵称为坟条博的陈县问,三十多年前在新竹棒球场旁卖起香肠,后来遇到终止元年开打,当时一天可卖出三千条香肠,几乎关在球迷人手一根香肠,为了见证新竹市立棒球场拆除新建, 陈县问将再拉住摊子,参加周末举行的再会了,新竹棒球场活动,要再考出分条香肠,期待棒球场再回归歌考的不是香肠,而是回忆 坟条博陈县问说,家中三个孩子都是靠卖香肠拉拔长大,他是名副其实靠职棒养大孩子,坟条博说,这几年卖香肠,最远就是到新竹棒球场,新竹球场对他有独特的意义, 而他对棒球的热爱,让他在2016年受中信兄弟队邀请,担任新竹球场开球贵宾,成为终止史上最特别的开球嘉宾,希望新竹棒球场能快回来 坟条博继续新的球场落成后,能够再现盛况,本周六二他也会回到棒球场烤香肠,邀老球迷吃住老味道回味当年,期盼新球场诞生,新竹市府26日举办再会了 新竹棒球场活动,除了邀请坟条博考香肠,也规划棒球闯关体验活动,打卡送纪念红土,棒球小学堂,棒球讲座,儿童剧团好想打棒球和乐团表演,更有美食餐车 会中邀请中华职棒前球星张泰山,黄炯龙,刘易转与正大红,在棒球小学堂教大家如何投,打,跑,手,成为四拍子的球员 张泰山也会现身说棒球故事,另外还有弥先生mixer,rash,boxing接力演出,演唱经典的棒球歌曲 邀请市民来棒球场,一起回归球场